一辆计人车突然飞快的冲过路口 先撞击到一辆黑色小客车 再横移到一辆大客车前 零件喷扇造成临近的另一辆自小客 及两部垃圾车受损 这起车祸发生在内湖 明泉东路六段与成功路圆环路口 内湖分局方面说明事发经过 一台计人车 然后不明原因失控闯红灯 与一台正在南转西的黑色自小客车 发生碰撞 那计人车又不明原因 撞到对象的一台大货车 那一些碎片并波及到周边的三辆汽车 然后目前的状况是有两人受伤 一人偷卡急救中 目前有三台车 计人车有撞击到两台车辆 那碎片并波及到三辆的车辆 警销道场将被困在严重变形车内的 周性计人车司机救出紧急送医 不过仍宣告不治 另外还有两辆轿车上的两名女子受伤 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 至于肇事原因 警方正进一步调查离庆中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